双鱼我不管你最近有多惨有多伤 从你刷到我这条视频开始 你都给我打起12分的精神 全面支撑起来 否则错过了9月的拨天富贵 到时候不要排红大推 老估计我们不怕比主打经营和壁垒 9月的话其实最不能够错过的 就是这个一年一步的偏迷运 一年一次 偏迷的能量会直接达到最点峰 所以呢在9月23号之前 搞头有业务的 拿提成的自个儿有副业 做生意的都不要白烂 如果说你实在没有路子 那么没有关系 我可以帮你路路 人生地盘的全球或者迷迷瓶子 来帮你搞定 3号的这个日子不错 如果说想要开单谈合作 或者领证结婚登记的人呢 可以大胆行动 部分人可能会共子成婚 不过兴奋之前 先把9月初的雷币一币 整个上旬都要重点 去拎住家庭和感情 比如用火用电 容易出事的一些老旧电器 最好都忧心处理干净 其次还要注意跟家人 长辈对象的关系 实在搞不定的 记得动用猛林 没有人会跟钱过不去 不过记得给自己留个底 不要掏得干干净净 很多双鱼呢 还要小心 不要沉浸在烂桃花烂感情里面 要么就是容易被忽悠花明 要么就是吵架吵不停 尤其是5号过后 有伴的人可能会经常开战 或者动不动就开始爆发 我建议要是你想继续走下去 还是结合双人和盘 看看如何过局 你俩的这个相处 某是或者反反复复出现的那些问题 他未来是不是你的天选资人 和盘都能告诉你 那么单身的人 虽然有桃花降临 但是不建议你火速推进关系 要多留一个心眼 多了解仔细 对方很有可能会默默唧唧 或者不靠谱 甚至一心冲着你的名户来 7号前后呢 可能会出差 搬家换房 开启地链 甚至是这个分手分居 那么相对来说非常的决绝 但是12号左右 估计你们双方又会忍不住相互联系 能不能回头 这个大众运势还是没有办法说 和盘自有答案 感情稳定的人呢 要注意不要为了防死 家人朋友 网络大吵大闹 尤其是12号 18号 21号 8号到12号的这几天 职场会有许多的压力 可能是这个搭档不配合 或者下属不服管 甚至联合领导 一并给你施压刁难 此刻什么都不管 才能够让你更舒坦 不要为了人间的破摄 让自己的身体遭殃 一切呢 都要等到15号 才会守得拟开见面 可能会跟事业 房子合作家人有关系 这些丰收的片名 都会砸向你 18号的这个月 是满月发生在你的本身 那么我建议 无论如何都要去做一次 彻彻底底的大清理 将8月 甚至是去年3月份开始 就一直在困扰你 拉扯你 让你心力交错的负能量 统统长草除根 如果说你不懂怎么做 扶我帮你 如果说有什么重大的决定 断手 你也可以在此刻 去做一些布局 那么22号开始 太阳会进入你的偏离宫 会延续之前的一些偏离宫 你对头 负业啊 或者是说一些杠杆收入 会更有目标跟想法 当然头 要警惕 吐好你随意 尤其是23号左右 有可能会因为冲动 导致你付出问题 25号左右呢 如果说你觉得 对象好像有一点问题 那么不要怀疑 那是因为你的直觉 正在拯救你 还是那句话 盘一盘会更安心 月底的话会有出行 学习出差培训 建议好好去争取 这一副充电的机遇 都是你下个月 事业爆发的前提 好话说的 我们帕布林哈 壁雷 祝大家行千里 希望你们9月 都能够勇闯雷区 一切顺利 关注你的新闻 拜拜